大家好,我是范振峰 大家好,我是范振峰 我們經常回電台工作 比較多是晚上回電台剪接、錄音 有一晚大概是12點左右 我回到那裡,我回到那裡 那晚的同事有幾個還在那裡 我說這間房間你還敢進去嗎? 我幹什麼? 他說剛才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兩個男同事進去DJ 錄一段宣傳聲帶,大概20秒左右 就是關乎恐怖節目的宣傳聲帶 他們兩個男生錄出來 譬如今個星期日,1點見 在見面上,因為錄到電腦 聽到一把很清楚的女生聲搭上去 那位直播室裡的宣傳只有兩個男人 聽出來聽了很多次 都是有,然後後來他還要我聽錯 然後再給我聽 那幾個人一起在聽,肯定是 那位置疊得來是有少少玩的 不是突然說,如果突然說 說話不說話之間的雜聲 可以當作一些不知怎麼說 但那位是見,很明顯是見字 是一位女生,我就被她激死了 他們就走了,因為要進直播室做事 我就在錄音室裡要做我的事 搞到我會害怕,但也要做 打開門,找東西放著一道門 即是踏住房間和一個字 即是,即是踏住了 因為如果有個雜聲,即是咬咬咬 你都可以解釋,這些帶,或者咪,雜音 即是你感覺到是少玩的 即是譬如我一說,你好媽媽 那個媽媽才會 不會那麼一模一樣的音 咀位是準的 於是同時都沒有把宣傳聲帶重新錄過 因為蓋上音樂,其實就不太覺得 我們聽開就聽得到,很留心聽 你講了不就聽 都可以當作一個效果